既想要当首相之后 最近又有消息指控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 想要入阁当部长 在政坛打拼多年 林吉祥对于这样的指控 也以平常心看待 他笑说 本来应该对这样的流言蜚语 感到愤怒 但是他却觉得这些谣言 其实很有趣 因为这些都不是事实 背后其实全都含有政治动机 林吉祥想要入阁当首相 这样的言论最近又在社交媒体流传 而这也是继更早之前 宣称大选后 林吉祥想要当首相的谣言之后 林吉祥再被卷入 想当官的谣言当中 林吉祥今天以轻松的口吻发文告 笑看这样的无稽之谈 他说对于这样的谣言 他本来应该生气的 感觉被冒犯 但他却笑说 自己一点都不生气 反倒认为这样的说法很有趣 他自己也被逗乐 因为这些都不是事实 林吉祥强调 他没有入阁的打算 更别说要当首相 况且现在行动党内 有着年轻又有想法的领袖 因此他留在内阁体制外的意愿 没有改变 林吉祥强调 这一类存有政治动机的谣言 从大选前到大选后 都不曾间断 如今再次浮现 相信和金马伦补选有关 他举例补选期间 手机WhatsApp就曾流传 林吉祥在国会提议要去除伊斯兰和国语 在联邦宪法的地位 更有横幅指西蒙候选人宣称 就算没有马来和原住民选票 西蒙依然可以在金马伦获胜 林吉祥质问民众是否看透了这一类欺骗和误导的讯息 是否查证真实性 对于最近一项民调指 超过六成的马来人觉得西蒙政府被华人操控 林吉祥则说 只有不到1%的非穆斯林相信 行动党控制了西蒙政府 这凸显了问题所在 也反映了西蒙目前面临的两难处境 他劝请国人 在这个资讯透过手机和社交媒体 快速散播的年代 大马人应该要对所接收到的讯息 抱持怀疑态度 追查真伪 多加思考 避免受到有心人士操弄 NTV7综合报道